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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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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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在订阅 什么华侨 什么华侨 我的背景比较复杂 我的爸爸是美籍韩国人 他跟我妈妈是美籍华人 他们两个也是内地会的宣教师 就是一九七零年代 先到了新加坡 我四岁的时候 小时候是在美国出生 小时候在新加坡 三年级就搬到台北的士林 刚好就在福林桥下面 我上了福林国小 毕业六年级是得到第三名 就是这种病 为什么在福林国小 刚好那时候 华神也就在旁边吗 我父亲就开拓自己的亚洲神学协会 也就在福林那边 所以小时候就是在台湾长大 高中中学就搬到台中 因为那边有个马里逊美国学校 所以我的小时候背景就是在台湾 可是我的负担 我的呼召就是要去中国大陆 到了有个新带来到波士的时候 他就说 你走得太快 因为你会讲中文 可是你的太太是美籍韩国人 一点中文不行 必须要学普通话 学汉语 学中文 那我们就 因为我们那时候 内地会是内地的 我们在北京没有团队 我们就派你到昆明去吧 你们在那边待一下 让Jacky多学习中文 哇 我气得要命 我要去北京怎么去昆明 街上是昆明化 哎呀 我心里面不舒服 我就想 为什么内地会主要的事工 是在云南 四川 原来 因为是小数民族的事工 那几乎宣教这个机构 不只是内地会 几乎都是在昆明 都有他们的团队 所以我发现 这个是跟几十年前 有一个大方向的 一个大会做一个决策 影响了宣教机构 宣教机构影响了 大院长 大牧师 那时候就把我们派到昆明 那当然我是三年以后 我记得 Jamie 我不知道你不记得 在新加坡我就道个歉 因为我记得 我前三年态度不太好 可是通常我发现 我发现 带领宣教团队一样 他们前两年都是 对我的领导也是有不满 是常见的 可是这个跟宣教 洛杉运动有关 那我就先简单的跟你 介绍我们这一家 下一个 对不起 OK 好 那我们就先看到 洛杉运动的第一届 就是1974年 刚好1970年的 那个时候的曲世是什么 你们可能还记得 或许可能还没出生 那个时候我几乎是小学 甚至是 我是1966出生的 所以刚好进入小学的时候 自由派跟福音派 打得很厉害 自由派是往社会关怀 福音派是往灵魂得救 教会发展 那时候我特别是非洲国家 特别是反对西方宣教 就叫他们有写过书 讲过道 就说宣教师你回家吧 是有这样的态度 对宣教的这个态度 是比较负面 你看这拉丁美洲 有这个自由主义 Liberation Theology 再加上西方有多元主义 东方有这个混合主义 圣经正在挑战圣经的权威 基督教帝国倒塌了 所以这个是1970年的取世 刚好那时候 有两位福音派基督教的领袖 一个是格里汉 还是格 我们中国大陆是讲格培里 格培里跟斯托德 他们两个 一个是一个布道家 一个是一个神学家 或许也是个牧师 就把这个布道精神 传福音的热情 跟神学思想 把它结合起来 一个是从美国来的 比较是实际性 传福音 带人信主 悔改 一个是比较思考性的 是神学性的 是从英国来的 这个两个就结合起来 跟其他的一些 那时候的福音派的领袖 开脱了第一届的洛杉运动 就在洛杉 瑞士 那第一届 你可以看 几乎 我大概有两千 两千多 两千多人 我父亲也是第一届的 一个 他记得他那时候 好像是在 新加坡还是在台湾 那时候 就飞机 他们就租了养架 七十七飞机 就到一个国家 把那个国家的领袖 就一直接到这个洛杉 那这个洛杉大会的重要性在哪里 所以第一个 出了一个洛杉信约 洛杉信约当然是司徒德 他是主要的这个作者 那洛杉信约里面 可能有人这么说了 广泛是现代教会历史中 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那在拉丁美洲 他就发现 几乎百分之八十五个宣教机构 就把洛杉信约当作 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 信仰告白吧 那洛杉信约里面 你可以看出 他主要的这些话题 就跟那个 1970年代的 那个曲事有关 有谈到圣经的权威 基督是世界唯一的救主 不道的性质 跟社会关怀 你看第五是社会关怀 这是司徒德的贡献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你知道 格培里跟司徒德 他们两个是 虽然是感觉好像是 很有可以合作 可是他们两个也是看法是不同 格培里还是以 得人 灵魂 那个是最重要 社会关怀 那算是次要性 可是 司徒德觉得不行 我们那是不能给自由派去做 现在一定要把社会关怀 加进去 就把第五 当然是前后 可能是他考虑到 这个格培里的想法 你再可以再往后看 第十就是 第十一是教育与领袖 这个就是把神学教育 也加进去了 下一个 那就看到第五个 你如果有时间 你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这是基督的社会责任 我们还是确信 福音步道和社会政治关怀 都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 无论如何有罪恶或不公正的事 我们都要勇敢 所以这个就表明 那时候 基督教开始 特别是福音派 开始往社会关怀 你现在看台湾教会 我估计 三十年四十年前 就是跟这个曲子差不多一样 现在台湾教会也一样 是不是社会关怀 甚至政治 都有 都有参与了 不是指给自由派了 下一个 那另外有个重要就是 那时候有个年轻的 Fuller神学院的一个 宣教师老师 叫Ralph Winters Ralph Winters 刚好那一年 在Fuller 教一门课 叫Perspectives 展望合成 他就提到了一个新的概念 我们现在都已经听过 就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可是那时候 新的概念就是 因为 自由派 他们在 看见西方宣教师 已经到了全部世界的 那时候的150到200个国家 每个国家有 自己的教会了 那我们就不需要派出宣教师了 意思是说我们这个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教会 就让自己的教会 来去传福音好了 不用派出宣教师 那Ralph Winters 就有这个新的概念 说这个民族不是国家 一个国家 甚至像印度 还有 甚至有几千个小数民族 我们要把福音 带到小数民族 那我们的任务 他那时候就大概有 一万六千个小数民族 他说我们几乎 连一半都还没做完 一定要把这个小数民族 特别是为德之民 这个概念把它带进来 所以你发现 你如果去你教会的 这个如果是支持宣教师的话 通常会把这个小数民族 或是这个为德之民的 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派出宣教师的一个决策 那在过十五二十年以后 第二届洛杉 就是1989年 在马尼拉 那时候 已经你看苏联 已经解体了 还有玻璃墙已经倒了 天安门事件 那个时候的基督教 开始有几个新的看见 有几个领袖 一个就是Lewis Bush Lewis Bush 就谈到 我们几乎的这个 很多宣教师 还是在很多 像非洲 非洲我们感觉 哎呀 要去宣教就去非洲 可是发现 哇 非洲基督徒很多了 甚至比西方国家更多了 我们的需要 要放在这个 1040 window里面 我等一下跟你再分享 当然王永信 也是很重要的 他们Lewis Bush 跟王永信 就开拓了一个 82,000 movement 因为那时候 你知道福音派 跟灵恩派 就是合不来 你要不是灵恩派 或是你是灵恩的 要不你是福音派 我估计那时候 华士尼一样 我太太 我可以说 比较灵恩一点 我跟她那时候 是合不来的 她说我不是灵恩的 我是有圣灵的基督徒 这边我就想问一下 有倾向灵恩的 我如果问灵恩派 肯定好像人家 不想举手 可是有圣灵的基督徒 也不能弄日词 这个比较敏感 反正 这个就代表 因为那时候 他们请了几个 灵恩派的领袖来了 John Wimber 就是葡萄园 讲到Science and Wonders 也请了Peter Wagner 跟这个Jack Hafer 这都是灵恩派的领袖 当做讲员 一进来以后 德国的团队 立刻站起来退出 所以你看 那时候的基督徒 福音派跟灵恩派 是合不来 可是因为有这个 为了宣教 我们就答应一起走在一起了 我感觉可能 华生也是在一个过程当中 可是我听说台湾教会 已经几乎是没有把这个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分裂了 可能北美华人的这个教会 比较保守 甚至比台湾更保守了 那就可以感觉 你看这些大会 做的事情 一定会影响 选神学院 会影响教会 就是长期的教会 所以我为了宣教 我们必须要走在一起 现在是 我们不分 灵恩不理恩了 是走在一起 你看这个 可是从 40窗口的这个 你可以看哪些国家 中国大陆 印度 当然台湾 还有一些佛教国家 很重要的重视 你看就是中东国家 穆斯林国家 所以从1990年以后 很多宣教机构的这个 这个穆斯林的施工 就开始启动了 中国教会 派宣教士去中国 也是启动了很多 所以你看 这个影响了 二十三十年的施工 那下一个 我们就来到第三届 就是2010年 在开普顿 开普顿 那时候有四千个领袖 我感觉 因为现在已经是 不是个白人 不是西方国家世界 几乎是西方国家人 占你可能三分之一了 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 很多元化的世界 而且我估计 灵恩的可能比福音的 比如说没有灵恩的 更多了 反正是一个 一起来去 参加这个第三届 那第三届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我们通常不知道 到底要等 通常要等了二十年以后 回顾看哪些 神是透过哪些 重要的一些话题出现了 那我们就可以看 至少我就先谈到 这个开普顿的宣言 开普顿的宣言 第一步 For the love of God 是先从神的爱 不是从道理真理 以前的洛杉宣约 可能是要面对 就是要把我们真理 说的告白 要先告白 我们到底是信什么 可是开普顿宣约 先要把基督的爱 神的爱 带到世界 你可以看出 当然我们 最后我们对 不只是教会的关怀 对社会的关怀 甚至对环保的关怀 都要把 The redemption of the whole world the whole universe 这是Chris Wright Chris Wright 主要的贡献 那再下一个 你可以有很多 其他的话题出来了 全球基督教 就叫World Christianity 就是第三代国家 贝州 拉丁美洲 南美洲 东南亚 中东国家 这些区域的 这些领袖起来了 天凯乐 在那边也是个讲员 讲到城市事工 冯一生 就是我们内地会的 总干事 讲到佩达 Partnership 那时候也请了一个 高中 北朝鲜的一个高中女生 谈到北朝鲜的情况 反正有好几个东西 年轻领袖 这些领袖 这些领袖 很重要的一些话题出来 可能我们要在 过一 十年以后 才可以真正看出 哪些东西 真的是有 长期的影响 可是我们 上几周 就回顾了一个 第十年的回顾 把全部 Doug Birdsall 跟Lindsey Brown 这些领袖 我们聚了以后 他们就请我分享 我自己的经验 洛杉第三届 影响了中国大陆 我看时间有多少 那下一个 我发现 最大的影响 就是 中国大陆的 启动了一个宣教中国 2010年的时候 我正在北京 2007年 Doug Birdsall 主席 就先来到北京 问我 可不可以 帮忙主持一个 从中国大陆的 250到300人的 一个团队 去参加 开普顿 那时候 我是内地会宣教师 我刚好在那边 有一个团队 自己在做事工 也没考虑到太多 也不了解 洛杉矶的这个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只说好 我就答应了 我就开始找了一些 北京上海 跟全国连接的一些牧者 特别是从家庭教会的一些牧者 找到了这些牧者以后 我们就开始筹备 请了250位 从中国大陆 派出的一些 基督教领袖代表 去参加 跑到全国 这个也去找老前辈 谢摩善 林建高 还有杨阿姨 杨新飞 这都是长辈的 李天恩 长辈团 他们有他们的祝福 可是要把那时候的领袖 五大团队 农村团队 几百万人了 城市新兴教会 传统教会 都把它连接在一起 最后起了230人 开始要往开普顿去 最后还是去不了 这个是有其他的因素 就是被拦了 在机场拦了 可是我发现 那时候我花了三年时间 去筹备 甚至我们也筹了 一百万美金 感觉是不是失败了 因为这个事工 又还是去不了 家庭教会 主要还是在一种环境 是参加国际会议 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事件 那等了一两年以后 我心态也是 是在反正 感觉好像是没落 我们就有一个北京的墓址 叫金明日墓师 金明日是北京西安教会 他就通知我 说大卫 我们是不是可以 开一个小洛杉矶会议 为了中国大陆的 我们就不在大会 我们就在韩国 开一个小型会议 好不好 他说 我就答应了 你就请国内的一百个 两百可能太多了 就请一百个 我在国外就请两百个 我就在国外请了两百个国际领袖 就请了带牧师 带院长 还有几个 就是王永信 还有很多国际性的领袖 都参加进来了 那时候 2013年 能出来是个大问号 金明日墓师就跑全国 每次找一个人 找个牧师 他就说 你就 这个时候 这个时间 你就在韩国这个地点出现 我就不说是什么了 你想想看 如果有人跟你说 你就去韩国 在这个神学院 这个时间见就好了 我就不说是什么事情了 是这样了 一百多个领袖就到了 到场也不知道是什么 那时候的韩国牧师 他们对这个还是有点大问号 你上次的三年前都有问题 你能把这些人带来的话 我就 我还是不信 有这种态度 最后 2013年 可能就一两个被拦了 可是 几乎我们有 大概300人到期了 在这个亚宣 2013年的领袖会议里面 就叫论坛 我们也不叫会议 因为就把这个会议降低一点 因为 就是有这样的因素 有个 北京的牧师叫李上风 李上风 就在大会里面 他有一个意向 他就挑战中国教会 现在是宣教中国的时候 我有一个意向就是 在2030年 就是17年以内 我们中国能派出 一两万个宣教士出去 他把这个养万的数字 主要是因为 他做一些调查 发现可能有大概 一两万个宣教士来到中国 他说如果中国要做一个宣教大国的 宣教国家的话 也必须要先把这个 要还这个债 才能做宣教的 当然不是很多人是赞同这个想法 甚至有人 国内也是 很多人觉得这个不符合圣经 或是这个跟 这个有没有圣经的道理 是有没有神学的道理 可是可以感觉到 这里面的心态 是想把福音 不只是带进中国 而且不只是 中国的小数民族化文化 他们要把这个福音带到国外去 化文化化国 这个心态是 开始 从这里开始 就有国内的一些牧者 就开始筹备了 这是几乎宣教中国的一些重要领袖 一些是金明日牧师 旁边就是李尚丰牧师 旁边是金明日牧师 这几个都开始筹备 怎么把宣教中国启动起来 他们就开始筹备几个大会 下一个 看一看 有2015年 在香港开了一个 宣教中国2030 2016年 在基祖岛 基祖岛很有意思 基祖岛 在香港大概900人出现了 基祖岛就有一千多人 第一届是上海的崔泉万邦教会 第二届是金明日牧师 是北京的西安教会当做主席 金明日牧师在北京 他是要星期天晚上 要到这个基祖岛 他星期 我忘了是哪一天 星期 可能是星期天晚上 他出发的时候 来了几个人 说你不能去 在他家 拦到凌晨快12点 主席不能去 我们有一千多人 讲员可能有八十多位 国际讲员 都已经买机票了 宾馆订了 全都已经筹备了一年 主席不能来 甚至不能去 那怎么办 还好 他发现可能 这些人可能是还没有 把他的名字放在电脑里面 所以他就凌晨两点钟 开车到飞机场 第一班飞机 飞到基祖岛 八点钟以后 大概二十多位的同工 他们都被拦了 可是主席就可能出来 我们就开了第二届 宣教中文 从表面上 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可以看出 中国教会在 启动他们的宣教运动 是要面对很多挑战的 不是 不像你们所想这样的挑战 他们挑战是 面对很多这样的挑战 这些大会 是自己办的 而且是自己主办的 自己筹款的 前面几个会议 甚至2013年 2014年 都是我帮忙筹款的 甚至是洛杉莱是主办 从2015年以后 这完全是中国教会主办 甚至他们请了奖员 都给奖员费 他们开始有这个思路 以前都是让别人来支持我 现在我可以 当作要做宣教的国家的话 要开始要想出 这个我们教会要也要提这样的贡献 那清迈就是17年 17年就是他们第一届的清宣 大概一千两百多人 就是左边上面的 第四届就是在新加坡 是个商宣一个会议 所以你看 他们每一届 每一年就开的这些会议 把推动这个意向 当然有人对着说这只是口号性的 这只是感觉像韩国教会 就是以大数字 口号方向性的 可是我感觉 当然也需要有这样方向性的 大意向性的领袖来去推 慢慢地会启动一个 人会奉献自己出去 那新加坡18年以后 刚好国内政策改变了 政策就开始缩紧了 18年 下一个 我记得我们在六月份 在美国 开了一个 洛杉矶国际领袖会的时候 就请了金明如牧师 那时候他还能出来 他就说 我后天就要回北京 可是我是听说 回来北京以后 我们教会就开始要 要被打了 所以可是我要回去 面对这个压力了 我们就为他祷告 我上了一些领袖为他祷告 下一个 可以看 你看就 Christianity Today China bans Zion 北京's biggest house church 你看是9月10号 发出的这个信息 真的是几个月后 一两个月后 真的开始打压家庭教会 教会本来是1800多人 会堂大概是这么大 现在全部都被没收 就变成小组 回到家庭了 家庭教会就变成家庭教会了 因为这些家庭教会 在十年当中就开始 我进入北京的时候 就进入了公共场域的时候 就进入写字楼 现在就被打回家庭了 所以他现在的北京的教会 就分成了50多个小组了 就是小组聚会 可是他们还是一直在推动宣教 虽然被打压的时候 一直打压 一直在想出宣教 下一个 他们面对不只是环境的压力 也面对最近的疫情 COVID-19的压力 那一月份来了这个疫情以后 发现神又开一个门 神关门的时候一定会开一个门 以前他们在网络交流 是这个Zoom 或是这个微信 甚至都是 Zoom是关的 可是因为疫情 政府就免得就打开了 就让他们用Zoom 他们就开始在网上聚 网上聚就每天有为宣教祷告 你看下一个 甚至他们也有个祷告墙 24小时的祷告墙 每一个月都有早几句一些谈宣教的话题 我记得有一次就讲到戴德山根 这个内地会的殉道之学 他们就把每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师 在中国大陆殉道的这些家庭就播放 他们是从哪来的 他们在哪侍奉 在哪里殉道 就花一点时间来去纪念这些宣教师 每180位都把它播出来 几乎那时候我在Zoom看了 听说超过四千多人在看 这个以前是 这是全国性的 这不只是一个教会 是全国都在看 他们对宣教的热火 真的是 我可以感觉到 是启动起来了 那他们第二届清宣 就是八月份 就开他们第二届清宣 就在网络用Zoom 你看1500人报名 听说他们就每个单位 就是每个教会只给六到十个名分 他不给一个教会很多 有几个团队是几千万人 他们想 他们要名额是500个名额 他们不给 他们只给他们十个名额 所以他们最后请的人都是 就是平均的去分 最后有两百多个是 有一个宣教的呼召 有几个是全时间的呼召 有几个是做校园施工的呼召 你看这都是 我听说主办人 他花了大概三到四个月时间 来去筹备这个会议 神就在这时候启动了 下一个 那现在我们就要往下一届的洛杉 第四届开始筹备 第四届洛杉已经决定要去首尔去开 2024年第四届了 所以我们去过韩国好几次 在讨论时间最后决定 我们的韩国洛杉是大地教会 欧陆地教会的主人牧师 是我们韩国的洛杉的主席 我们会在韩国教会 开始要启动 把韩国教会连接在一起 那我们的这个下一届 到底是什么样的话题会出来呢 你看话题不是洛杉的领袖来去决定的 当然我们做洛杉的领袖肯定有决定权 可是我们的决定权是要听 当地的基督教领袖的声音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决定方向 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找对方向 是找对人是找对的领袖 所以我们会请一些 像我是东亚区的洛杉负责人 所以我会请星期四会请大概四十多位 今天是星期三好 明天好 就是亚洲的一些宣教领袖 牧者还有一些神学领袖 我们就会开始问这些问题 当然我这个区域是包含台湾 包含香港 包含中国大陆 包含韩国 日本 外蒙 What are the most significant gaps 最大的差距在哪里 机会在哪里 What are the most promising breakthroughs and innovation to accelerate 是哪些最有希望能突破创新的 和加速大使命实现 What areas is greater collaboration 哪些方面用合作最关键 完成大使命 第四 在哪需要一步的进步的研究 第五就是 那我们应该还向谁来请 所以我们会问这些问题以后 开始筹备四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也会请 希望能请华神 也有一些贡献 因为这不是一个神学院 一个教会 一个宣教机构 一个人来去决定 这是要从几乎大家一起来 听教会的声音是什么 我们就最后 请了讲员 请的话题 每个区都在做这个事情 现在就是明天 就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所以你就可以为这个事情 我已经请戴牧师 还有我们这个吴老师也请了 那 我们的明年 开了一个亚宣大会 会请大概700多个亚洲的领袖 来去参加 也是为了筹备这个洛杉大会 可是这个大会 不只是洛杉 这是WEA跟ATA 这个AEA 这些几乎是代表基督教领袖界的这些机构 我们会在2021年的时候开一个大会 来去把这些节目 这些话题跟这些人物 基督教人物带进来 好 那我现在可以继续分享 可是 最后有没有 好 如果有些 问题 可以 我就 我只有剩下几分钟 可以来 回答一些问题 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洛杉运动有什么看法 都可以 可以说 如果你觉得有些话题 必须要 或是有些人 我就坦白说 台湾教会 我发现可能是跟 现在的情况只是考虑到自己发展 教会 速度 教会 增长 甚至 怎么在台湾 怎么发展教会 这个也很重要 可是这个跟好像就是70年代的教会一样 只是考虑到自己教会发展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宣教的这个方向 我就发现 台湾教会可能就 就还是 可能比不如 可能中国大陆 还好 我来了华生以后 我现在是华生的这个 叫什么 这个宣伯 宣伯的委员 华生就开始有 有一个新的突破 请了 几个宣教老师 邱老师 当然吴老师一直在支持 卢老师 也请了一个 代院长 都是 跟宣教是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我就感觉 这个不是 这不是偶然 这真的不是偶然 这肯定是神 我也没来过华生 提这个洛杉矶 我感觉这是 神在不同的国家 就是开始启动这个新的一个看见 是不是台湾 也是从你们这拨人 不只考虑你那个草根的一个小范围 也需要要把福音扎根在台湾 可是是不是 也把福音 带出台湾 这个 大方向的宣教 是不是 就是从华生开始 可以有这样的看见 这个 传统的神学教育是这样 我可以坦白说 因为我读过神学 我们在郭文康我读的 郭文康我也是 传统也是这样 新约是最高的 新约旧约差不多都是最高的 最重视老师就这几个 我们在郭文康我最有名的 最受欢迎就是这几个老师 我那五老师都记得 都是有 有Doug Stewart 那下一届就是 神学系统 David Wells 再来是教育历史 Arthur Zell 这是我的神学院 再来是 可能是preaching 讲道 Hedon Robinson 再来是 Missions 那时候是Peter Kuzmich 或者是Tim Tennant 或者是Christie Wilson 现在的方向可能 我感觉宣教 可能要再提高一点了 甚至 他们说 有一个词叫 Missions is the mother of all theology 宣教是当作 神学之母 or something like that 不管你是教新约 不管是教旧约 你是教教会历史 还是系统神学 必须要把宣教 因为神是一个宣教的神 God is a missionary God 所以这个概念 我现在新的院长 在Goran Conway 在Scott Sundquist 就是这样的概念 他要往 Goran Conway 就是往这个方向走 也需要圣经学 也需要系统神学 也需要历史 都需要 而且可是 现在可能要很重视这个宣教 不要把宣教当作 是要跟我们竞争的这样 一定要把宣教当作我们的伙伴 而且是要把台湾教会划绳 这个方向已经神在动 我们就加进去 把这个方向也定进去 好不好 现在剩下时间 有没有可以 问一两个话题吧 江泽 你好 我是到说一年级的学生 然后刚才听到就是 洛杉磯运动一开始就是从 应该一开始是欧美的领袖发起的 那想要知道 现在是不是里面的领袖 越来越多的是华人 然后还有亚洲人 这些的领袖 是不是慢慢兴起在这当中 他们参与的状况是怎么样 对 对 现在的洛杉磯的领袖 几乎你是白人 而且是男人的话 你的位置就降低了好几个 你越是不是白人的话 你越就可以 现在的主席是Michael O 他是美籍韩国人 那我是 我算是美籍 中国美籍 台湾美籍 韩国都有 可是我们的角色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两个世界都可以跨 我英文世界几乎是没问题 中国世界 亚洲世界 我几乎也应该至少了解 所以我们就当做一个桥梁 那可能下一届 可能就已经有自己 像台湾来的 甚至大陆来的 是韩国来的 完全英语 你在一个这样的层面 必须要讲英语的 所以 当然 也需要这个过程当中 现在已经 洛杉磯的领袖里面 几乎都是三代国家 而且不是白人 最后一个问题 好 最后一个 牧师你好 我想问一下 刚才你说到说 在新的洛杉磯运动里面 有一个问题 是说要问各地的领袖 如何加速完成大使命 这是不是潜在的一个神学问题是 我们决定了神 什么时候要完成大使命 我们操控了神 我们来决定什么时候完成 而不是神决定什么时候完成 对 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 这个到底是我们来决定的 还是是神决定 我们就参与进来 这个是一个大问号 肯定如果你问一波人 他肯定说 这不是我们来做决定 是神来做决定 我们只是听从神 我们就做 我们自己就让神做 那也有一波人 他觉得 神给我这个一个恩赐 神是透过我们这波领袖 来去完成 我们应该完成的任务 所以在洛杉磯里面 也有这样的争论 到底是谁来做决定 所以宣教中国2030 就是这个大问号 为什么要必须要派出 养万个宣教师 而且为什么要 我们现在中国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是一个 在洛杉磯的领袖里面 也正在讨论 我感觉是 有些人是有这样的恩赐 有看见的恩赐 神是透过金明日牧师 跟这个李圣锋牧师 来去推动这个宣教中国 可是很多人也觉得 这也不符合圣经 我觉得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完成 我们自己让神做这个决定 也可以 反正也可以一起配搭 你就不跟着也可以 所以养拨人都可以走在一起 是更重要 能配搭走在一起 不同的个性有不同的恩赐 不同的看见 所以你这个回答 这个问题是问得很好了 好 我知道时间到了 我就做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真的感谢你 看着你透过洛杉磯运动 在这四五十年当中 启动了一个宣教运动 从不同的国家 从一开始 从西方国家 到特别是这些三代国家 到了亚洲 到了中国 到了台湾 主 我现在我们看见 有一个新的时期了 新的时代 中国大陆起来了 韩国教会已经起来了 台湾教会 华神也开始起来了 主 我们把台湾教会 特别华神的重要任务 能启动台湾的一个宣教运动 不只把福音带到台湾 每个角落 也把福音带到全世界 跨国 跨文化 把福音 大使命 透过你来带领 完成这个任务 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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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